你不知道的Vans原来已经这么久没有更新了 今天就来看看美国时尚名所 Openly Ceremony跟Vans的旗袍系列联名 名字总其实就已经暴露了 它的整体设计都源于中国的传统服饰旗袍 相信这跟Openly Ceremony两个唱识人的身份是密不可分的 其中Hamilton Lion就是华裔 而另外一位Carol Lim虽是韩裔 但却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手中这双是2017年发布的第二代旗袍 那它的首次发布就要追溯到2016年的夏天 红粉黑三色同时登场 显然OC跟Vans当时都没有重视这个联名 但它却凭借着抢眼的外观获得关注 数量不多很快就说完了 甚至传出有鞋贩子开着卡车去OC洛杉矶店铺 一口气说哈的壮观消息 2017年是Openly Ceremony最辉煌的一年 当时它每月都和Vans推出一套联名 而且各个火爆 其中就有旗袍 2018年第三代旗袍虽然加入了OC经典的闪粉金鞭 营造出更多喜庆感 但也难掩人们审美的变迁成为了绝唱 稀稀把握我手上的二代旗袍 你会发现它的高级感都来源于绸缎材质的运用 这种面料在鞋子上很少见 却在高定服装上屡见不鲜 如此使用既融合了OC作为国际时装品牌的气质 却也因为鞋子比衣服往往损耗更大 而更加容易产生拉线刮痕等等问题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祥云 腾龙等图案也刺绣在绸缎鞋面上 净显雍荣华贵 富丽大气 其他两代细节虽有不同 但总体也大抵如此 因此很多人见到它的第一眼都有 我一定要囤一双结婚穿的想法 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说它像 这种设计审美属于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理解等等 这些真正或许也是 它能如此有话题度的原因之一吧 三代旗袍见证了 Opening ceremony的心顺和衰落 在第三代旗袍之后 欧席被拥有Off-White等品牌的 意大利集团New Glass收购 之后它在东京 纽约 洛杉矶的店铺 都相继关闭 Opening ceremony转而成为 时装品牌运营 两位创始人此前兼任Kendro的创意总监 后续这一职位也被Nego所替代 OK 这次一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点赞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的Vans MING PAO TORONTO 谢谢观看